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紳士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要跟進 下一年跟進了兩三天 好像第二天還是第三天 就是國際特赦組織 我不知道他以後是不是應該要改名叫做特赦組織 赦藥的赦 是 歐啡啡的赦 他們發聲明就說 是呀 沒錯 今次糟糕了 那個維吾爾學生 他們說在韓國讀書失蹤那個 沒有來香港 是 沒有來香港 但是他繼續抹黑香港 和我們的港區國安法 啊 禁我 沒有來香港奶醉 也依然是要賴我們 是 沒錯 香港政府當然生氣了 你和我都生氣了 這樣就罵爆他 罵爆這個國際特赦組織 要求他們道歉 這些誤人的事 真的不行 但是西方的組織 甚至乎國家都是這樣 好搞笑的呢 另一件事呢 第二件事呢 就是有些白禽 白禽 白禽 禽獄 出現在 瑞典 外海 他們就說 這些白禽 是受過俄羅斯訓練的間諜 來的 甚麼呀 用動物 用白禽來做間諜 咦 這麼搞笑 我們待會看看究竟是甚麼事情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 留言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知道 在日前 這個國際特赦組織 就說 有個維吾爾族的學生 叫做亞北都愛利 在5月10號 從韓國來香港不見了 去到香港之後 向了一個朋友發信息 就說 給機場的叫做 中國警察審問 之後毫無音訊 跟著說 他的朋友 擔心這個 亞北都愛利 的人生安全 決定公開這件事件 跟著這個 國際特赦組織 就說 公開這件事 叫香港政府公開這個 亞北都愛利的行蹤 喂 你不是叫人確認 有沒有過來香港先 你公開他的行蹤 我是他老母 我怎麼公開 我不認識他 大哥 怎麼公開他的行蹤 跟著說 為甚麼呢 他們又擔憂他給 給我們的中國 甚至乎我們香港 我們中國香港 被非法引渡到內地 面臨拘留和酷刑 講到似層層的 我們香港政府 在星期六 二十七號的時候已經說 喂 真是沒有這個人入境 或者被拒絕入境 香港的一些紀錄 批評這個 國際特赦組織 甚麼人權這些組織 沒有下查真相 就時意攻擊香港政府 抵毀香港人權狀況 這件事 要予以強烈的譴責 以及要求他們道歉 當然他們有沒有道歉呢 最終都是沒有的 在昨天 韓國的一些教授 就出來 就說 喂 我是學生來的 他在韓國 我跟他談完電話 我見到他 做甚麼事 他沒有消失 我要找找國際特赦組織 看看他們做甚麼 就去找國際特赦組織 跟著這個國際特赦組織 他們在昨天 傍晚發聲明 就更正她說 跟 即是被指 這個 在韓國飛了去香港 失蹤又說 不以作學生 不得外力 就 聯絡了 確認 他是沒有去到香港的 但是說 會繼續努力 為受侵犯人權 而作出求助人 是 提供支援 我想說 他們這件事 我希望他可以 公開 究竟哪一條粉槍 就是他的朋友 如果他公開不到 公開 一定要公開 如果公開不到 即是說 這件事 其實本身是有些劇本 只不過有人是沒有跟劇本走 要公開 可不可以公開 公開不到 他們未必公開 香港政府在昨天晚上再發聲明說 這件這樣的垃圾國際特赦組織 不單止不肯承認錯誤 還妄稱要繼續監察香港和內地的人權狀況 意圖掩飾他們自己的錯誤 抵毀我們香港和內地的大獨言論 要脫解 要解脫 要脫罪 香港政府對於這件事 表示鄙視 希望這個組織能夠負責地 為到他的錯誤 鄭重道歉 怎會道歉 這些人 對不對 國際特赦組織 傍晚的聲明 其實他就說 這是更正聲明 他不是道歉聲明 他是更正 他說 這個阿北都外地 向這個組織表示 他最終沒有來到香港 組織認為事情 跟早前收到的訊息是相反的 那是否應該公開 當時收到什麼訊息 令到全世界都覺得 你們被誤導 你們不是有劇本 是被誤導 你可以公開這些訊息嗎 我希望他可以 不過 他說他們被別人誤導 但是他說 他說 會繼續 為到侵犯人權 那些人 守侵犯人權 那些人 做出支援 援助等等 繼續監察和紀錄 中國和海外的維吾爾人 的人權狀況 以及 至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的 香港人權狀況等等 打死都不認錯 跟誰一樣 香港政府在昨天晚上說 這個國際特色組織 在他們的網頁裡 早前他們自己裂造事實 就說 有一條維吾爾人 去到香港之後 下落不明的事 作出更新 那個人根本沒有去過香港 香港對於這個國際特色組織 沒有為到他們自己無中生有 惡意抹黑我們特區政府 的可恥不實言論 作出道歉 表示 憤慨和不滿 很生氣 罵爆他 這樣也不道歉? 我說你媽媽和誰誰睡過 都可以 不用道歉 真的亂來的 真的 香港政府派遍這個組織 不但不肯承認錯誤 更加妄稱要監察我們香港和我們 人權情況 意圖掩蓋他們的錯誤之餘 就是抹黑我們的中國和香港 為到他們日前無中生有 抵毀香港和內地的大毒嚴律 要解脫等等 但是這樣他們會道歉嗎? 他們是完全不會道歉 但其實除了我們香港政府 在27號一些聲明之後 鄧平行局長亦都說 這些真是捏造事實 是抹黑我們的香港 接著 韓國媒體已經說 不行 他們的資料是誰來的呢? 全世界都很想知道 這件事其實已經是打擊到 我們香港的國際現象 但是 他們是沒有更正 是沒有更新 以及沒有道歉過 所以 這一幫人 他們想做些什麼呢? 他們根本是想做個劇本 打擊我們香港 為到西方國家去效力 甚至乎 借香港去打擊我們整個中國的民主自由 打擊我們整個中國的所有制度 真的 因為我們的民主自由 跟他們的民主自由是不同的 對不對? 我們跟著 就說說另一件事 因為 今集都是說造假 他們在做假 去抹黑我們中國 抹黑我們中國 香港 但是 有些人 國家都說 造假 等等的東西 有些動物 就是白瓶 這個白瓶 出現了在 瑞典的外海 那邊的人 就說 他是否受過俄羅斯訓練的間諜 他不是間諜 他不是間諜 如果可以控制海豚 控制動物 就真的很厲害 不僅氣球是間諜 所有動物 蟻 烏鷹 蜜蜂 那些塞 塵滿 全部 都是間諜 你這樣說 他們就說 有一條身上榜 有俄語背帶的白瓶 在挪威出現了 引起他們的挪威人 外界猜測 他們就是 受過俄羅斯軍事訓練的間諜白瓶 這件事 引發起當地西方國家的一些意義 近日他再次出現在 瑞典西南部的海岸 這條的白瓶 在2019年的時候 第一次在挪威的 芬馬克那邊 有一個叫中影出現過 當地把他的名字 改了一個不知什麼的名字 結合了挪威語裡的鯨魚 和俄羅斯普京的名字 暗示他是俄羅斯派來的間諜 挪威的漁業局海洋生物專家 幫他移除了身上的人造背帶之後 就說這個背帶可能是可以有些 安裝著一些運動攝錄 裝置的支架 甚至乎那個交構上面 印有聖彼得寶設備的字樣 如果你 即是我們自己代入角色 你要找一個間諜 去對家那裡刺探軍情 你那個間諜 會穿著自己國家的衣服 OK 告訴別人他是間諜 他還要是哪一個國家的間諜 大哥啊 不要玩了 不三貴殺人都不用自己把刀 對不對 怎麼會用自己把刀 還要留下做證據 寫著不三貴如用刀 不要玩了 大哥 完全不make sense 對不對 這條海豚在19年挪威發現 這個可能是俄羅斯的間諜活動 俄羅斯的間諜情誼 因為他身上有一組攝錄的組件 但沒有鏡頭的 攝像頭的組件 不知道有沒有鏡頭 幾卡等等的東西 挪威那邊說 這個白瓶看來不怕人 可能是逃離了一個圈養區 甚至乎他是受過海軍的軍事訓練 而莫斯科當局從來都沒有對過 挪威方面認為這個白瓶可能是海豚的 這個什麼 瓶魚海豚那些 動物間諜發表任何官方回應 你笑都笑鬼死人 還有空回應你嗎 矮呀你不看看他 是吧 位於俄羅斯和挪威 即是那個位置 那個叫北方的巴倫之海 是一個很有戰略意義的地緣政治 區域和 西方國家和俄羅斯 有一些潛艇都在這一帶行動 這條白瓶去到挪威之後 成為了一個名聲 曾經幫遊客 就是撿回跌落水的iPhone GoPro等等 亦都是被拍到 就是 跟那些海鷗玩等等的東西 那怎樣 肯定是拿了iPhone裡面的 所有資料 拿了GoPro裡面的所有資料 才拿回上岸 有軍事機密 是吧 之後他用了三年多的時間 沿著挪威海岸線上半部 慢慢移動 最近幾個月 突然之間加速移動到下半部 抵達了瑞典 國際一些東西叫做 保佑了這些之後 這一條的barking 星期日在瑞典的西南部 叫做 鏗內博斯特蘭德外海 會被人見到 這些叫做保佑組織的海洋專家 就說我們不清楚 他為何突然加速得這麼快 可能是裝個摩打 可能是收集情報 要去那邊 要去那邊收集情報 尤其是他很迅速地 離開他的自然棲息地 可能是荷爾蒙 令到他想找伴侶 亦都可能是寂寞 想找一些同伴、朋友等等 因為白瓶是一種非常善於社交的物種 他可能在找其他的白瓶 這個叫做海洋生物專家就說 相信這條白瓶已經有十三四歲 正處於體內可以朦朧到非常之高的時期 白瓶通常都生活在格陵蘭島 挪威北部俄羅斯周邊的冰冷水域等等 體長可以去到六米這麼長 壽命去到四十至六十歲 他現在很明顯是青春期等 或者是成年期等 有很高賀爾蒙等等 到底他是不是間諜呢? 不知道 可能他真的是間諜 可能他是人辦的 不知道那些人會怎樣看 電影才出現的 真的當真也有 你怎樣看?大家怎樣看?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樣看這單影片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